底下一个问题 老法师说 我们都太在意我执 并为满足甲果而奔波忙碌一辈子 但是若每一个人都不为满足甲果的生机而奔波的话 人类社会怎么维持 这个事情你操心太多了 那你要是不管这个事情 这社会就不能生存了吗 就如同啊 我遇到好多个人问我 他说法师 如果假如每一个人都出家了 这社会不就完了吗 我就问他 你肯不肯出家 他不肯 我那社会有旧啊 你不肯吗 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出家了 不可能这事情 所以说是 破满足是极少数的人 你在这一生当中 遇到几个人 把满足破掉的 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遇到一个 一个都没遇到啊 满足破掉之后 正阿罗汉果了 你就晓得你的一生 一个阿罗汉果都没碰到啊 法之破掉是菩萨了 你更遇不到了 那你所遇到都跟你一样的 所以你大口放心 这个社会不会产生任何变化 那他底下还有一个问题 他如果每个人都救了 是否就没有遇到了 那么我们现在还和在这个世界上干嘛 是偿还业报吗 这是佛说的 你活在这个世界 确确实实是偿还业报 这是佛经 佛在经上说的 人在这个世界来干什么 你为什么来到人间 佛说 人生仇业 你过去做的善业 你来享福 你过去做的卧业 你来受罪 这个就是人生真的 是来到这个世界 抽场业报的 还有什么呢 讨债还债的 也算是抽场业报 欠命的你还命 欠债的要还钱 因果通三世啊 不是一生就了了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所以聪明人 才想怎么样 跳出轮回 不再搞这个傻子了 那轮回之外 好的世界多得很啊 不是这一个世界 里这么快寅 别一恨 嘿优优树 很红 可 Industry